香港电影中有一个片种被称为风月片 其实就是拍的比较文雅含蓄 充满古风古韵的色情片 其中发掘百变影帝梁家辉的电影大师李汉祥 就是香港风月片的一代宗师 1977年李汉祥有一部风月片《风花雪月》 有香艳裸露的镜头 也有高深的佛理禅艺 更有揭露民间疾苦的凄惨故事 堪称风月片中的神作 话说宋朝年间 新上任的临安府尹柳宣教 乘坐着教匿 浩浩荡荡的来到水月寺祥乡 然而他表面上烧香拜佛 实则是为了给玉通老禅师一个下马威 因为他上任当日 五山十下的禅师都来了 只有玉通大师还在寺庙里修行 二人饮茶对饮 柳宣教话里话外十分不满 还特意给玉通大师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中南山上有位高僧 整日挂帽苦修 一日下山化缘 却被一正在喂食婴儿的女子的乳房给吸引住了 趁着四下无人 他竟然起了歹心 忍不住偷瞄了好几眼 自己饭界之后的高僧 无言面对佛祖 因此选择了撞墙自杀 柳宣教这话里话外 都在表达对玉通大师修习的嘲讽 玉通大师文言 却依旧不动如山 于是柳宣教立马转变了画风 表示看大师定力如此之好 想必已经到了33天切立天的境界 但佛家常言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盲问玉通大师 这里的色到底是什么 玉通大师表示 这里的色是不是色域的色 而是色韵的色 并将佛家常言的四大皆空和六根清净 简而言之就是没有我 就看不到这世间的星星色色 所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是指修行之人内心看到的颜色 而不是色域的色 柳宣教却坚持认为 佛教所说的戒色 是违反人天性和本能的一种行为 他们之所以能够戒色 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美女 如果有一对女人在深夜闯入的话 那就算是玉通大师本人 想必也无法做到坐怀不乱 玉通大师这下是彻底生气了 便假接坐禅结束了这次的会谈 柳宣教拂袖而去 转头就和医哄院里的红姑娘看对了眼 红莲姑娘一心只想脱急 便有意勾引 便着急忙慌地来到了柳大人的卧房 而柳宣教虽然十分欣赏 红莲姑娘的美貌 但如今的她只想假借红莲姑娘之手 破了玉通禅师的色戒 并答应事成之后 判她脱急松凉 红莲在柳大人的威逼之下 也只能答应 而此时的玉通禅师 正在跟弟子讲述 达摩师祖和神光的故事 一群小和尚听得十分入迷 就在玉通禅师 与他们探讨修缮的真谛之时 一声娇滴滴的女儿音 却打破了寺庙的平静 命关天 玉通禅师赶紧让自己的徒弟去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屋外昏迷不醒的玉莲姑娘 小和尚忙将她带到了大殿之中 玉通大师在为其把麦一番之后发现 玉莲姑娘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吃了药就会慢慢康复 玉莲姑娘却无心吃药 直到自己的命好苦 一旁的小和尚扶着玉莲 纷纷起了色心 在看到玉莲洁白如玉的脚之后 更是被整得五迷三道 周围的和尚也纷纷投来了吃人的目光 玉莲赶紧娇滴滴地表示 自己睡在这里有些害怕 玉通大师没好气地看着 这一个个犯了色戒的弟子 便安排玉莲姑娘 在自己旁边的西厢房睡觉 表示有她在 没人感动玉莲姑娘 玉莲假意昏倒躺下 在一群小和尚走后 露出了自己的春光 并故意在玉通大师打坐之时 发出了马卡巴卡的声音 玉通大师见状 赶紧冲了进去 在玉莲的再三引诱之下 玉通大师竟然相信了 把自己的肚皮贴在玉莲的身上 就能帮她治病的规划 大师就这样犯了色戒 手中的佛串也应声碎落 柳宣教得知红莲事成 便开开心心的来羞辱玉通大师 谁料玉通大师在破戒之后 竟然选择了当场原计 加害她的柳宣教 也在这天生下了一个女儿 数十年之后 沦落到了花街柳巷 成为一名风尘女子 这就是著名的月明 和上渡柳翠的故事 而在这烟花柳巷之中 却有着无数的柳翠 这个涂着大红唇 满脸胭脂的美女 叫做邵茵茵 本想要价八毛 哪知男人连六毛都不肯出 最多只出两毛 女人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 在男人离开之后 大骂晦气 突然她瞅到了一名老太太 便立即回到房间里 拿出了一把剪刀 在老太太快要路过的时候 赶紧叫了一声妈妈 老太太年纪大了 还没来得及问她是谁 就被一个大剪刀捅了进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茵茵丝毫没有准备停手的意思 直到老太太彻底没了声息 她还是不肯停手 周围的人和老太太的随从 也被她疯狂的样子吓得瑟瑟发抖 如此恶劣的杀人事件 自然引来了警员的注意 可是虽然她被警员嫁了起来 内心却依旧没有害怕 只是忍不住的癫狂大笑 原来她本不愿流落在这烟花之地 那年父亲病死 当家的主母表面对他们和和气气 实则是逼她母亲还清父亲 在生病之时所欠下的高利贷 可是这利息实在是太高了 阿花最多只能偿还本金 如果只是自己的一条贱命也好说 但她的女儿尚且年幼 主母皮笑肉不笑的 让她认自己做妈妈 在封尘之地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阿花不想答应 丈夫尸骨未寒 可是她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被当家主母逼迫 到烟花之地卖畅为生 由于烟火之地 带孩子招不住客人 阿花只能选择和孩子分开住 为了避免女儿和自己有一样的命运 阿花帮忙音音找了一所学校 为了不让妈妈失望 音音十分努力地念字读书 半工半读 从来不敢奢望其他 可命运的齿轮 依旧没有放过母女二人 敲他画画的男老师 早就对音音的美策垂涎已久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 一日阿花前来探望音音 看着阿花的回眸一笑 男老师瞬间感觉魂都被勾走了 瞬间想起了阿花 就是那个她曾经魂牵梦绕的头牌 母女二人许久未见 阿花只能耐心地叮嘱音音 做工要勤力 要好写字画画 音音哭着答应了母亲 然后目送母亲远去 男老师也在此时走进了音音的房间 在得知阿花是音音的母亲之后 男老师便拿这件事威胁起了音音 让音音之后乖乖听自己的话 否则就将音音母亲室头牌的事情 传遍整个学校 音音誓死不从 表示大不了自己之后离开这个学校 然后赶紧跑了出去 试图通过摇铃 引起周围寻人的注意 可是根本没有人听到她的呼喊 男老师更是趁着月色 用大网罩住了音音 她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童真 之后的她 好不容易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来到一家饭店 做起了女服务员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但偶尔听客人之间调笑 也不失风趣 那家的竹母却再次找上了门 音音故意躲避 可是在夜晚的时候 二人还是进了她的房间 原来音音的母亲 在接客的时候得了脏病 不慎死了 因此 现在他们打上了音音的主意 并故技重施 将音音母亲欠押的债务 又归到了音音的头上 虽然她母亲还得差不多了 但是力滚力滚力 现在又成了一本天文数字 二人故技重施 用当初威胁音音母亲的那一套 再次威胁音音 音音没有办法 又走上了母亲的老路 并在暗地里调查母亲的死音 为了让音音能赚更多的钱 他们用音音的画像 把她包装成了一个清纯玉女 让客人高价性拍 有个日本客人 对音音的画作十分满意 在看了她的面容之后 更是心仰难耐 扬言要用一千块大洋 和音音一罪春宵 不过音音要遭遇的 远远不止这些 竹母身旁的小丝 也早已垂涎音音的美貌已久 遍地用音音母亲死亡的真相 威胁她和自己同床共枕 音音没有办法 只能照做 并按照他们的要求 和三位不同的客人 结了三次的婚 点了三次的红蜡烛 然而 即使她所赚的钱 早就已经够还清这些债务 但当家主母 却依旧不肯放她离开 可笑的是 他们之间 竟然也有等级之分 转言日子过了一年有余 而音音也渐渐地沉沦 在这世俗之中 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 便是查明母亲的死因 因为她的潜意识里告诉她 母亲的死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这里的人 要么就是全部知情 要么就是支支吾吾 不肯说出实话 就连允诺告诉她真相的人 也早已没了踪影 直到偶然间跟同行的采凤聊天 她才知道母亲阿花死亡的真相 采凤和她母亲阿花 在这里的感情颇深 阿花在刚入烟花巷的时候 并不能接受每天接客的生活 整日哭哭啼啼 每个笑脸 而她也因为太受喜欢 染上了不该染的病 可她将实情告诉了竹母 竹母不但没有丝毫的怜悯 还强迫她继续接客 谁曾想 这个客人是个明白人 在发现她有病之后 便四处嚷嚷 让这里的人给个说法 为了能让阿花早点接客 竹母用了最残忍的烙铁 帮阿花治病 花被他们折磨得掩掩一息 眼看阿花之后都不能再接客了 竹母心一横 便把阿花装进了棺材里 掩掩一息的阿花 只能无助地大喊 我没有死 可是竹母却依旧不肯放过她 非让钉棺材的人 把阿花活活钉在棺材里面闷死 得知母亲死因的音音 便准备寻找机会复仇 虽然她被绳之以法 但她却丝毫不后悔 只是无助地感叹 这上苍的不公和命运的凄苦 希望下辈子自己和母亲 能投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家 本篇的导演李汉祥 作为香港电影 黄金岁月的风月片大师 指导的电影 也在一代人的心中 留下了最经典的记忆 有许多不认识她的人 乍一听这个名字 还以为她是一个大陆导演 但其实不然 不过李汉祥也确实是大陆人 她曾经学过美术 她的老师是十分有名的画家徐悲鸿 因此她的影片 无论是色彩还是场景 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要求 1985年 凭借貂蝉这部电影 李汉祥成功在导演界站稳了脚跟 1963年的梁山博与注音台 更是成为她导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影片一经公布 便立刻轰动了整个东南亚 有些观众甚至看了一百多遍 之后的她 更是拍了许许多多的风月佳作 想必看过的小伙伴一定记得 一中那十分令人脸红心跳的画面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私下里偷偷了解一下 而她之所以能够取得 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很大一部分来源于 她对市民文化的精确把握 影片中的黄梅调通俗易懂 风月片猎奇性极强 古装历史传奇 更是符合了大众对历史故事的好奇 90年代的李汉祥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 但却依旧不服劳 创造了一系列的风月佳作 不过可惜的是 此时的观众 却对李汉祥的片子并不买账 到1996年的时候 李汉祥决定改变策略 将全身心投入到了 电视剧创作领域当中 拍摄大型古装传奇 火烧厄旁宫 谁知拍摄期间的她 因为过度劳累 倒在了拍摄现场 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邵音音 是个十足的大美人 当时她的美貌 被李小龙一眼看中 便提出要与她签约 本以为可以顺风顺水发展的她 却在李小龙离世之后 到了无戏可拍的境地 甚至约定好的签约公司 也因为她失了这座靠山之后 将合同解约 后来的她更是被导演逼迫 拍了一个大尺度的片段 而她的好身材 虽然让她一举成名 也险些让她差点被封杀 好在她得到了李汉祥的赏识 成了有名的艳星 并成功登上了加拿电影节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梦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